吳坤其實在國民黨黨團內 他算是蠻有過力的 有些東西你做了 你知道民進黨的國家機器的力量 會被他修理無窮無盡的地步 正常的國民黨人會退縮 那只有他不正常 他願意擔 然後就往前 政治性的關係跟非正面 那郭志輝就很老實 問A答A問B答B 民進黨說再生能源2025還有2018號 會不會倒掉 你猜他怎麼回答 不是他說對 會挑票 哈哈哈哈 你這個人是會孤立英雄 他死都不會跟你講挑票 其實你看民進黨的那個 整個媒體戰的模式是 全面在打傅坤棋啦 那但是傅坤棋在那個 國民黨黨團內 我也必須講就是說 他算是蠻有魄力的 他做很多決 但他是願意扛的 你要知道常常有些東西 就大家可能想要 想要做一些決定 可是如果說有些意見不太一致 而且有些 有些東西你做了 你知道民進黨的 那個國家機械的力量嗎 會被他修理 黑到那種 那種無窮無盡的地步啊 正常的國民黨人 正常的 會催 會催 會退縮 那只有他不正常 哈哈哈 也不知道 他擔得起 他願意擔 所以他就往前走 例如呢 很多啦 很多真的太多了 就是說這事情你說一句 我說一句 就最後要決定 那就我們就幹了 對啊 對啊 不過他有時候說真的說 他要幹有些東西 他也是有徵詢大家意見在做 那時候憑這個國會改革無法的時候 我就講嘛 嗯 我也不滿意啊 是過於不急啊 我覺得他罰十萬有屁用啊 我告訴你 然後 秒釋國會搞了個半天 不到一年以下 你什麼五個人都送院會 院會要送到司法 司法要從檢察官偵辦 然後要這樣重新來過 那就沒了 這案子就沒了 所以他秒釋國會 只要有一個人堪先禮 後來不了了之的話 他們以後就衝啊 就不可能有任何的緊箍咒了 其實喔 他只是說0跟可能目前來講是0.1的差別 就有點心理作戰 心理作戰 但是我跟你講 其實嚴格來講 也不是完全沒用 我真的有發現 我們在蘋果會改革的反應之後 立法院官員回答的態度有改變 他只是迴避不回答的問題 但是場面他會很難看 因為大家看質詢 也不是覺得是笨蛋對不對 知道人家躲問題嘛 那在小心翼翼 其實他可以證實或承認 某些 那白紫黑之2018年又出席 沒有沒有 他們有些官員打許模式 卓隆他也是這種模式 他也不進來 他從頭到尾就給你跳到別的題目去轉圈圈 他耗你時間 他算你時間有限 那他每次高手 但不是所有官員都這樣 你說他有分嘛 政治性的官員跟非政治性 像郭智輝就很老實 他回答問題 就是問A答A 問B答B 就被民進黨抓去再教育了 郭智輝多可愛 我就問他四個問題 因為時間很短五分鐘 我問他四個問題而已 我說第一稿 我想請問那個我們的部長 民進黨說再生能源2025還有20% 會不會跳票 來你猜他怎麼回答 有可能 不是他說 對 會跳票 哈哈哈哈哈 你這個人是郭智輝 他死都不會跟你講跳票 他就開始跟你扯 扯到那個 韓國開店去 也不會承認 四個問題都直接 只問直答 郭智輝就跟你講說 對啦 就跳票了 民進黨那些政治性的 像管碧林啊 或者是說像那個 那個 固立雄 他們就會跟你 硬是就是不回答 郭智輝